行行吧 大清早就亡了 这句话已经成为如今中文网络上的一个梗 常被网友们拿来讽刺那些满脑子都装着封建愚昧的牢固懂 毕竟新中国成立后 连末代皇帝溥仪都要接受社会主义的在教育 再想进故宫都要买门票 虽然大家都喜欢调侃那些思想落后的人是精神上的满清一老一少 但谁也没想到 就在辽宁还真有血统纯粹的满清皇族爱心觉落后人生存 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 整整一个村的村民都号称歧视清朝皇室的后代 他们仍然保留着满族传统的生活风俗 至今仍拒绝与外界通婚 寻宝妖战村的传说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妖战村的离奇传说刚被外人得知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人是骗子吧 毕竟全中国人都知道满清末代皇帝溥仪身患不孕不孕 根本没有留下后嗣 但众人在一想满清皇室又不是只有溥仪一个人 也许是其他活下来的王爷贝勒们的后代 也就是怀了 但听到这个神秘村落传说的人的好奇心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暗下的 因为东三省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经历了太多的战乱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在这里的人早已大换血 没有几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也是因此妖战村才能避世那么多年 直到如今才被大家发现 但由于住在周围的百姓都没有跟他们接触过 于是人们就开始大开脑洞 纷纷猜测妖战村会不会有什么大来头 猜测的版本多了就成了谣言 而最被人接受的说法就是 这些人是日本鬼子战败后无处可去 拖家带口躲到这里满清贵族 这个说法最吸引人的还在后面竟然是满清贵族 那么妖战村里必然还隐藏着什么清朝的皇家秘宝 要不然这些人为什么不敢与外界交流 自古以来百姓最喜欢传播的流言八卦 莫过于美人和寻宝 而妖战村中有秘宝的说法正好占了其中一样 这也导致这个谣言越传越广 最后传到了当地政府那里 这明显是已经形成了渔情 政府为了当地的社会安定 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实地调查这则谣言的源头 妖战村揭开妖战村的神秘面纱 被热心的附近百姓指路到妖战村的工作人员 沿着荆棘的小道走了好几个小时的山路 才终于看到村庄的影子 这一看却是让他们吃了一惊 毕竟如今大清早就亡了 任谁突然看到一群穿着清朝旧服 留着鼠尾便 目光不善死死盯着自己的男女老少时 都会瞠目结舌 继而心神恍惚 毕竟华夏人民自古热情好客 真诚待人 工作人员们也不是没接触过 其他位于穷乡僻壤的偏僻村落 但那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会像腰战村村民一样 对外人如此防备和抗拒 有些心思敏感的工作人员 还从很多年纪较长的村民眼中 看到了恐惧 厌恶和不屑 工作人员们迅速意识到了 这次的调查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众人并没有放弃 他们表明身份 尽力表达己方的善意之后 就在腰战村人的虎视眈眈之下 开始观察着做村庄 大家很快就发现 这里的村民们似乎还保持着最原始的生活方式 这里不仅没有照明工具 连肥皂 火柴和蜡烛等日常生活用品也通通不见 村民们没有现代工作工具 还在使用最费力的人力耕种土地 仿花之步 不仅大改造的东风没有吹进这里 连近现代的所有务实都没有在这里留下印记 姚战村就像一个市外桃源一样 与世隔绝 近现代的几百年历史仿佛他们毫不想干 虎不沾染 等到工作人员们终于弄清姚战村的来龙去脉之后 大家恍然失笑 什么避战逃难 什么满清皇室秘宝 全都是假的 姚战村人的真正来源 据村里人说 姚战村建立于清朝时期 他们的血脉来源于爱心觉罗阿塔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 是阿塔的祖父 作为开国皇帝的直系血统 阿塔在大清建立之初 同其他皇室宗亲们到处征战平乱 为大清的安定立下了汉马功务 继位的顺之地跟阿塔是平辈 关系也很不错 当政期间多次给他加官进决 赏赐天宅 但阿塔却在年幼的康熙继位之后 逐渐猖狂了起来 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势 阿塔开始跟敖拜走到了一路 气焰越发嚣张 因此 康熙在除掉敖拜之后 自然不想放过阿塔 当年在他对大清有功还是皇室宗亲的份上 没有直接砍了他的脑袋 而是将阿塔一家发配到了永灵守墓 阿塔协家带口来到永灵之后 家族经过百年的繁衍 人口越来越多 守灵处的房屋已经住不下 于是 他的后代就在附近寻了一片环境疑人的桃花园地 在这里建造房屋定居了下来 一开始 这片桃花园地的名字十分简单粗暴 叫做要战村 后来不知道谁看不过眼 把它改成了妖战村 阿塔后代的守灵生活一直十分平静 直到清朝灭亡后 呼及全国的战火和硝烟也蔓延到了永灵 为了躲避战乱 阿塔的后代们断尾求生 全都躲进了妖战村里 直到解放战争胜利以后 才有村民偶尔到外面转上一转 用他们生产的粮食布匹 跟外面人做一些交换 妖战村的现代改造 工作人员搞清楚妖战村人的来历之后 也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开始做村里人的思想工作 想让他们打开村门 走出去与人交流 融入如今的社会 但这里的村民十分固执 并不领工作人员们的好意 工作人员们无可奈何 只能先帮他们用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当地政府拨浅拨人 为妖战村人修路修房 扯来电线 送来农具 当妖战村人第一次感受到灯光的照明之后 也慢慢放下了心房 接受了工作人员通过影片和讲史的方式 帮他们补全缺失的那段历史 告诉他们 现在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他们应该走出去学知识 学文化这样才算是对得起他们的祖宗 现代化是诗和思想的先进 吸引着妖战村人打开心房 年轻一代已经慢慢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身心面貌都脱胎换骨 但不与外界通婚这一点 当时许多妖战村人坚守的祖训传统 他们的思想虽然已经世俗化 但作为刻入骨髓的作为满清皇族的骄傲 让很多村民坚持不与外人 以保证皇室血脉的纯正 这样愚昧的后果就是 在1984年的人口调查中 妖战村中的满族人口一共有1233个 可等时间来到2020年时 这里只剩下了985人 造成妖战村人口骤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自然就是封闭的通婚关系 而另一个是因为社会的飞速发展 让村中的年轻人再也不满足 一辈子就待在这片室外桃源里 他们纷纷出去进入城市 大部分也就顺理成章的 跟外面的人组建了家庭 如今的妖战村已经被列入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这里的村人在日常生活中 也不再日日都穿着满族服装 他们只会在每年的一些 传统节日上盛装出席 男人戴上瓜皮帽 女人踩着花盆底 在村中的祠堂前拍下子孙 虽然说如今的社会十分多元 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十分尊重他人的爱好和习俗 但像妖战村这样不与外界通婚的做法 实在是令人不能认同 阿塔的后人建立妖战村本是想让子孙生活舒适 让家族得以延续 但没想到他们的后代却被困在了这片世外桃源 这种抱着可怜的血统论愚昧的活了百年又百年 实在是令人叹息